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故事卡片是什么吧 哇 是鼻子 让我们一起听一个和鼻子有关的故事吧 赵哥 小咕咚说山上开了好多漂亮的花 明天天气特别的好 我们一起去加油吧 好玩摩尔 那我们收拾东西吧 我们来找找帐篷在哪里 刀哥 屋里东西太多了 我找不到帐篷 我来找吧摩尔 刀哥 是怎么找到的 我来找找帐篷 我想起来了 刀哥 屋里还有好多酸奶 我们带着加油的时候喝吧 好 我来找找帐篷 刀哥 屋里都被我翻乱了 找不到酸奶了 要不就先不带了 我去找帐篷 我去找找帐篷 我去找找帐篷 刀哥 刀哥 你太厉害了 我要把我心爱的小被子也带上 我去找吧 谢谢刀哥 刀哥 刀哥 为什么你一下子就能找到这些东西呢 因为我有非常灵敏的小鼻子 鼻子 青花 新疆的小朋友 快来吧 神奇的誓言中在呼唤你 快来这里 小朋友们欢迎你 欢迎你 小嘉宾李诺依今年8岁 小嘉宾张荣轩今年8岁 小嘉宾刘文岳今年8岁 小嘉宾王瑞涵今年7岁 欢迎来到泡泡实验室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阿尔法弹独家冠名播出 绿泡泡 今天我感觉实验室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知道点 博士 我们之所以能闻到它 首先是因为我们有 鼻子 我们鼻子拥有嗅觉 花里边的香味短包散发出来以后 我们通过鼻子闻到了 所以能够感受到它的味道 接下来我们就来考考小朋友的鼻子是否灵敏 小朋友戴上眼罩 我分别给你们准备六样东西 看看你们能不能闻出来 首先来对这边 第一样 是什么 米饭 米饭 他觉得是米饭 这个是牛奶 第二个东西 应该是一种瓜 小朋友说应该是一种瓜 非常接近了 这个是黄瓜 来 这种再来闻一闻 哈密瓜 好 哈密瓜 非常棒 我们再来闻闻这个 你先来吧 西 这个是米饭 那么明显 这个看大家知不知道 闻不出来 闻不出来 这个是茶叶 好 最后还有一种东西 有味道吗 一种菜 用菜 这个里面什么都没有 好 这是我们这边的六种东西 看来小朋友分辨的还是很不错的 来看这种蓝豆 第一个 糖 糖 这个是香菜 好 来 第二个 小朋友们用意的吸气 那个豆奶 豆奶 这个是豆腐 胡椒 这个是香叶 是一种调料 这个我觉得小朋友们肯定知道 很好 香肠 好 我们来再闻一闻这个 这个可有难度了 水 水 哇 来 糖 什么糖 巧克力 已经很棒了 好的 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来说 科学泡泡 动手动脑 细心观察 探索奥妙 欢迎回来 本来木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奥木牛奶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场中间的桌子上摆放着有很多很多种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游戏是这样 请我们两队的小朋友分别到我们中间来戴上眼罩 然后我和知道点博士为你们挑选两样东西 看你们能不能够把这两样东西告诉我们 你先闻一闻 花椒吧 花椒 还有呢 有两种东西 花露水 花椒和花露水 好 你来闻一闻 你觉得是什么呢 花椒和花露水 都觉得是花椒和花露水 请摘开眼罩 我们揭晓答案 首先来看 柠檬 然后这个是花椒 也很难为小朋友了 能闻出花椒已经非常棒了 来 为自己鼓鼓掌 好 接下来有请蓝队 来 我们给蓝队选择了洋葱和孜然粉 看看蓝队的小朋友能不能闻出来吧 味道有可能比较重 辣椒 两种东西 你觉得有一种是辣椒 还有一种呢 洋葱 来 请另外一位小朋友 来 闻一下 两种东西分别是什么 小朋友很沉浸在这种气味当中 久久不愿起身 闻不出来 闻了那么长时间 然后你说闻不出来 反转得很厉害就没有 对 好吧 那就根据第一个小朋友给出的答案是 辣椒和洋葱 请摘下眼罩 好 我们揭晓答案 首先来看洋葱 正确 第二个是孜然粉 但是两个放在一起 我很奇怪 应该是什么味道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味道 说实话 好 谢谢你们 接下来我和知道点博士也来挑战一下 好不好 好 我们请小朋友往里面放三种东西 好吧 加大难度了 对 我们现在要转过身去 小朋友们会选择哪三种东西呢 好 一二三 闭眼 我不看 我也不看 我先来闻 好 谢谢 好 谢谢 什么样 这个味道 我猜会不会是花露水 孜然和洋葱 你来试试吧 好 哇 这个味道真的难会变 对吗 你来贡献出一种 你觉得肯定有的是什么 花椒吧 我觉得花露水 再来一个洋葱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是哪些东西呢 哇 胡萝卜 哇 生姜 我们一样都没有闻出来 但是小朋友还是给我们一个鼓励的掌声吧 其实今天我们一共找了这么多非常有气味特点的东西 来用我们的嗅觉来分辨它们 其实这个特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完全可以得到利用 比如说家里的煤气 天然气 其实天然气是没有味道的 但是我们会人为的在里面加一些臭臭的味道 在家里如果平排乌乌的闻到一种臭臭的味道 我们就要检查我们的管路是否有漏气的情况 如果有的话赶快检修就不会发生危险 哇 李爸爸 这个气味真是太神奇了 是啊 这就是气味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非常好的一种应用 哦 其实知道点博士知道 在我们的自然界里边有很多动物 在嗅觉上都有它们独特的本领 我知道很多动物可比咱们的嗅觉灵敏的多的多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幼儿园的小朋友 对动物和昆虫的嗅觉都由哪些了解吧 小蜜蜂的嗅觉可以闻到各种各样的花香 找到画面 狗的嗅觉特别灵敏 狗可以用鼻子来闻味儿帮助人们找到东西 小蜜蜂的嗅觉特别灵敏 小蜜蜂的嗅觉非常灵敏 小蜜蜂的不同食物气味 是一种具有立体嗅觉感的哺乳动物 嗯 阿尔法旦 你说得太棒了 嗯 我知道点博士又知道了一点点 那我们的四位小朋友表现得都很棒 他们将获得我们栏目送出的奖品 本栏目奖品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旦 以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姆牛奶提供 伸出你的手 棒棒棒 热烈的鼓掌 棒棒棒 小朋友 小朋友 你真棒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最棒